汪洋主席在贺锦中表示 经济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今年前十个月 两岸贸易额仍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也充分反映出两岸经济合作 动力强 潜力大 任性足 那么想请教一下于强先生 您对此有怎样的解读呢 是的 我们看到今年到现在为止 两岸的无论是贸易额 还是投资额其实都有大幅的增长 我想这个方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近期来看 我们看到说大陆的经济 是最早的从疫情的冲击当中 不断的开始复苏 那么这种复苏 无疑是给台商和台企 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的机会 站在台商台企的角度 自然也想赶紧的紧紧的抓住 这样一个机会来减小疫情 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冲击 我想这是这个近期的原因 而从远期的原因来看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两岸的经济合作 经过了这么几十年间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能够不断地推向前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根源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这是经济规律 在起作用 大陆的市场 这个庞大的市场 对台商来说 是有很强大的吸引力的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台湾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当中 实际上无论是它的技术 还是它的营运管理 也是有它独到的一些经验的 所以两岸的经济合作 其实对于大陆 对于台湾来说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 两岸的经济合作 不断地推向深入 这背后实际上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在起的作用 所以你看到说 其实台湾当局 特别是蔡英文当局 在上台以来 它想了很多的方法 方法想去对于两岸的经济合作 来予以阻挠 但事实上 无论是贸易额 还是投资额 都告诉我们说 蔡英文当局 这些所谓的阻挠的措施 无疑是躺币挡车 根本都是没有作用的 所以我想在今天 这样一个情况下 经过了这么几十年来 两岸的经济合作 大家已经形成了 很多的默契和共识 也有很多的台商和台企 在这个合作当中 取得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才看到 你看每一次的 两岸的企业家峰会 它其实每一届 一届比一届 取得的成果分硕 大家参与的热情 也是一届比一届高 所以我们相信 接下来 两岸的经济合作 一定是逐渐的走向深入 逐渐的走向更大的融合 接下来